这个选择没有完 远离了 我们只开始了 莫克纳尼在发布会上 指责民主党人欢迎舞弊和非法投票 美国福克斯新闻 立马切断了直播信号 我们希望每个法序的选择 我们希望每个非法序的选择 我认为我们必须得很清楚 她在批评 另一边是欢迎权 欢迎非法序的选择 尽管特朗普团队口口声声 此次美国总统选举涉嫌舞弊 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官员 却跳出来否认 另据美联社消息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9号授权司法部 对所谓大选期间违规投票行为的指控 进行调查 据了解 美国各州将在12月8日前解决针对选举有关的各类争议问题 如重新计票和有关指控的庭审 而在12月14日 选举人团将确定选举的最终结果 此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动作频频 当地时间10日 他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解雇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任命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 出任代理国防部长 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举动表示震惊 毕竟在任期结束前更换国防部长的举动非常罕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 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 埃斯珀被解雇的意义值得重视 因为他标志着现代美国政治史上最疯狂最无约束的72天开启了第一步